这位老人正在等待死亡 这句话虽然直接却是现实 因为这是海淀医院最特殊的病房 安宁病房是接受那些已经无法治愈或者放弃治疗的患者 在这里为他们缓解疼痛 陈奶奶已经86岁了 她生平第一次在医院过生日 这也可能是她的最后一个生日 陈奶奶患有严重的软条癌 一个月前她决定放下针对癌症的所有治疗 她不愿满身插管躺在抢救室里 临近生命的终点 她更希望把时间留给孩子们 所以坚决地走进了安宁病房 刚进来时的陈奶奶可以说用神志不轻来形容 放弃对癌症的治疗后 陈奶奶恢复了精气神 说话也利索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 现在的她肚子长满肿瘤 硬得像石头 陈奶奶已经停止进食 开始女儿还要劝一劝 可经过医生的开导 女儿已经放得很开 或许不吃饭早日离开对陈奶奶来说是一种解脱 安宁病房医生的原则是 一切从病人的需求出发 愿意吃饭就吃饭 不愿意则不强求 医生解释到死亡其实是个过程 人体会在维持系统稳定的过程中 依据它的重要程度来自主调节 一般越不重要的功能就会越先关闭 而消化系统是排在前面的 所以当人要离开时 食欲会越来越差 昨天还能侃侃而谈的陈奶奶 今天已经不愿意讲话了 侧躺着虚弱地看着女儿手机里的全家福 经过医生整体评估 陈奶奶的生命周期只剩下半个月 因为癌症的影响 陈奶奶的肚子又开始疼了 长期的病痛折磨 陈奶奶不愿再苟活于世 她希望医生能帮帮她 一旁的女儿听后沉默了 医生试图用女儿唤醒陈奶奶生的希望 可陈奶奶却想得很透彻 自己迟早会离开 孩子有孩子的生活 倒不如体面地离开 最后陈奶奶在医生的建议下 同意注射止疼药 下午因为老朋友的道路 陈奶奶的精神好了很多 这就是那女儿啊 女儿女的小眉毛起作用了 起作用了 大家都开心一点 不管什么处境开开心心 哭着来笑得都 有孩子在一起 多给她一些笑脸 有了老朋友的开导 陈奶奶也不再消极 女儿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的动妈妈开心 一会儿拿出全家福讲讲小时候的事 一会儿为她买个气球 像个孩子般陪她玩耍 除此之外 家属们还要每天为陈奶奶做付出 一双双温暖的手在身上划过 将子女的关心和爱传递给老人 半个月的时间里 陈奶奶的腹痛居然有明显好转 这有些出人意料 原本只有半个月生命的陈奶奶 奇迹般地在安宁病房生活了三个月 慎重考虑后 医生同意陈奶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国庭典 被困得太久 陈奶奶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10月的第三周 陈奶奶的病情恶化 再次回到了医院 肿瘤已经多发转移 陈奶奶整个腹腔都被肿瘤细胞侵占 疼痛也越来越频繁 陈奶奶拒绝了亲朋好友的照顾 她向医生表示 能在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和亲友告别是她的心愿 倘若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 她希望是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 进医院三天后 奶奶终于开口吃饭和说话了 女儿很欣慰 但好景不长 几天后陈奶奶病情再次加重 她已经不能说话了 看着母亲皱起的眉头 女儿知道她又开始疼了 面对痛苦女儿也无能为力 常常躲在走廊痛苦 发泄完后又换上笑脸 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 时间又过了两天 陈奶奶已经插上了呼吸机 身体常常因为疼痛不停发抖 一阵阵无力赶向女儿袭来 妈妈我答应你的 我肯定做到 你不用担心 听见了吗 女儿只有不停地开导母亲 希望母亲能不留遗憾地离开 又是一天过去 陈奶奶嘴唇微张 双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她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医生将她身上所有的设备都拆除 尽可能让陈奶奶轻松舒服一些 你一块做梦吧 我跟你一起做 闭上眼睛 海的彩虹的桥 走了很远很远 女儿的思绪随着妈妈漂洋过海 在星空中翱翔 一切是那么的安宁祥和 月明星系的夜晚 总能让人的心静甜静舒畅 女儿始终陪在陈奶奶身前 按照陈奶奶的愿望 女儿婉拒了想要前来的亲朋好友 这一晚只有她俩聊着天南地北 说着山高水长 这一晚我们没有感到爱上 只看到一对母女欢喜如常 太阳微微升起 陈奶奶的病房传来嘟嘟嘟的紧抱手 陈奶奶的呼吸变得急促 我们就静下来了 我们就睡一觉 睡一大觉 秋天是最好的季节 秋风徐徐蓝天白云 阳光照在陈奶奶身上 是那么的温暖 陈老师 这一层刷的还比较美 一个 先下一层就刷去了 陈奶奶离开了 她开始了自己的另一段旅程 窗外碧绿依旧 蓝天陪伴着白云 不悲 不喜 不舍 不气 这一天是2018年10月23日 双降 秋天的最后一日 陈奶奶的布室结束了 其他人的布室正在书写 他能打算成了 香介 pinch 比较